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 快到新年了 新年前我們趕著找潘先生 幫我們做一集的訪問 潘先生你好 大家好 先告訴大家 接下來的套年 萬事勝意 一定恭喜發財 還在讀書的學業進步 做生意的裁員滾滾 生意興隆 所有香港市民都希望大家可以套展乾坤 另外就是萬事勝意 我們先去今天的話題 好像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消息 就是說馬雲來了香港 馬雲大家知道他是什麼人 是阿里巴巴的創辦人 這個訊息是《經濟日報》報導的 說他已經來了香港 跟本地的金融和商界的重量卡人貿會面 說他可能在香港這邊過年了 馬雲你知道嗎? 他的行蹤大家都很關注的 他曾經也都爆出 他可能在大陸都被失蹤 之後又說要去到日本 說他在日本歸著 其實這個訊息你怎麼看 是不是真實可靠呢? 我想擺明就是推高股價 就是說我講白一點 就是媒體和背後一些力量推高阿里巴巴股價的方法 亦都可以看到阿里巴巴股價已經到頂了 到頂了 為什麼呢? 整件事大家要講一講 幾方面要講一講 就著馬雲來香港 有報紙形容他建香港財金的重量級人馬 大家就聯想了 聯想什麼呢? 第一 馬雲這個元素 第二 聯想就是螞蟻金服會上市 就是螞蟻集團會上市 第二 馬雲來香港 可能為螞蟻集團來香港上市鋪路 或者傾談 這是第二 第三 又傳出有一個幾天激進的投資者 就是Gamestock的主席 Gamestock的其中一個大股東 就是Wian Cohen Wian Cohen說他買了阿里巴巴很多股票 所以Wian Cohen本身的出名在哪裡呢? 他有一些是一人形容他的維權 又或者叫咪咪 就是說他在網絡上是一個突然爆紅的人 而且他很喜歡這個話題 譬如是就著股價或者股票的表現 是要爭取維護股東權益的 基本上就是說我買了你的股票 你的股票是一定要反映你的價值 不能夠是反映不到價值的 要升的 這個Wian Cohen也是一個主要的 而第四個主要就是回購 也吹水了 就說螞蟻要增加回購 或者Wian Cohen要逼螞蟻的高管 增加回購金額 其實從2020年年尾開始回購 一直都沒有意思的 一直都推動不了股價 股價繼續沉底 由100億加到100多億 加到200億 去到什麼時候開始成功呢? 其實就是在2021年 2022年的11月 當時阿里巴巴股價 大概在七八十元的水平 七十幾八十元左右 七十米八十初的水平左右 當時阿里巴巴決定將回購金額 是震一步提高 去到四百億美元 因為這個宣佈 所以阿里巴巴股價 由當時就是上年十一月 一直升到現在升了三個月 由大概八十元邊 即是說七十米 當是七十五到七十八之間 飆到現在上去一百一十五元 足足升了超過一半的了 即是說七十幾元 升到一百一十幾元 即是說升幅其實是非常之凌厲 非常之龐大 接著要有一個問號 究竟業績是否可以支持呢? 接著就有一個答案出來 答案擺明 擺明似乎是一個圈套 我覺得是圈套來的 首先說Wian Cohen Wian Cohen是大有錢人 Gamstok的一個就是大股東 即是主要股東 他擁有的財富 斷千億 好了 但是他只是將幾億元 是放在美國的ADR 就買阿里巴巴 這個莫名其妙了 如果一個重大投資 如果正常呢 都來香港買9.800 就不會在美國買阿里巴巴ADR的 當時是八月份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的阿里巴巴 仍然沒有擺著可能 要退市的一個陰影 當時上年八月是沒有擺脫的 是直到十一月了 那美國呢 就是那個代表團 來了香港了 就著一些中概股的會計制度 或者會計審核呢 是基本上做了順利的工作了 這樣令到所有中概股呢 是脫離了這個美國退市的陰影 然後就飆升 當時阿里巴巴捉住這個形勢呢 也都將這個 就是回購金額 升到四百億呢 就推高的股價 擺到明其實是推高的股價來的 如果Wian Cohen呢 如果真的投資阿里巴巴 如果是長線的 第一就不會投資幾億元那麼少 第二呢 也都不會買美國ADR 也都不會在八月之前買美國ADR的 因為當時有在美國退市的陰影 那反而呢 如果真的投資都會來香港買呢 9988 好了 接著第三了 他買完之後呢 就傳出了幾個訊息了 全部傳出來的 第一個訊息就說呢 Wian Cohen呢 就認為 那就是他呢 就已經見過阿里巴巴管理層呢 可能很多次了 或者在說十次八次了 而見到管理層主要呢 就是讚揚阿里巴巴的表現 讚揚阿里巴巴的業績做得很好 那也都呢 就在那裡亂說了 這些就是報紙亂說過了 就說呢 未來五年呢 阿里巴巴每年呢 都預期有兩個數 就是兩位數的一個收入增長了 現在在說的是網絡銷售 在網絡平台上做銷售 包括呢 阿里雲這些業務呢 Overall整合之後呢 阿里巴巴的業務呢 每年都會有呢 兩位數的增長連續五年 是因為這樣的 預計啊 預計啊 未來五年的事啊 未發生的啊 因為這樣預計呢 所以覺得阿里巴巴的股價被低估 被嚴重低估的 所以呢 Wine Cohen呢 就要求呢 阿里巴巴的高管呢 是要呢 增加的回購金 由四百億進一步增加到六百億 這個呢 基本上已經是大話連編的了 第一呢 阿里巴巴現在的業績並不是這麼好的 現在中國大陸呢 就算你說經濟可以復蘇 復償都好呢 都很明顯呢 都要面對著很大程度上 在經濟上或者就業上的一個難題 很簡單的計一計 中國大陸呢 廣東省剛剛公佈了 去年只是廣東省一個省 那就用在疫情抗疫工作的錢呢 是用了一千五百億人民幣 一千五百億 如果廣東省的大省 如果中國有三十個省 有省 三十個省和自治區 如果這些區域 平均只是一千億 沒有廣東省的一千億那麼多 全部三十個呢 是一千億的而已 那都用了三萬億元呢 的人民幣呢 去做這個抗疫工作 好了 這個抗疫工作呢 三萬億裡面呢 可能一半呢 是說的是一些物資啊 或者一些硬件上的一個消耗 現在另一半呢 就是人工的消耗 不過經常看到大家的大白 就是那些大白 套的大白 就是穿著防護衣的大白 工作人員 如果是這樣的比例的話呢 就是說中國在去年呢 其實除了它本身自有的經濟 本身的製造業 本身的所有經濟體系之外呢 它還多了一個經濟體系的 那個板塊呢 就是抗疫工作 三萬億人民幣的值 這三萬億人民幣當中 那一萬五億呢 是人工開支來的 如果除了人工開支那一萬五億的話呢 除了如果每人平均工資 你當它五千元個月啦 都已經高了 都在說兩千多萬人呢 是的 就是如果十二個月都仍然搶著呢 就是說呢 都有兩千多萬人呢 在抗疫工作上面呢 是獲取收益 還有呢 在工作中的 那現在中國突然間呢 是將整個動態清零呢 轉了到已經被人共存了 把檢測呢 也都放棄了 可以這樣說呢 這萬五人的飯碗呢 是什麼 即刻都沒有了 這萬五人可以是一個生產 就是說疫苗生產 又或者是一個 快速檢測的 測試劑的分產 又或者是一個核酸檢測 測試劑的生產 也都可以是 幫人做核酸檢測的人 也都可以呢 是維持秩序的大白 也都可以呢 包括呢 就是送衣服送那樣 送飯送菜那些人 這些人呢 其實是沒有了工作的 那就是說呢 在10年之後呢 中國其實是面對著一定的壓力的 那個壓力就是呢 因為新疆 無可避免因為新疆棉事件 基本上中國的紡織業呢 是逢親是有關棉的呢 都基本上是萎縮和崩潰 全部呢 都去了越南的 或者去了曼加拉 那就是兩個地方 那如果大家不相信呢 你去看一看呢 那些人的店鋪 你看一看呢 其他一些大牌子的店鋪 包括了一些快速的服裝的店鋪 以前你拿了衣服出來呢 你揭開一個招指呢 全部都Made in China 全部都Made in China 清一色的 現在呢 你看一看呢 逢親如果你揭開這件衣服的招指 後面的主要成份有棉的成份呢 你見到呢 大部分都不是Made in China的了 大部分Made in Vietnam Made in Bangladesh 就是Made in China 就是曼加拉 甚至是印尼 很少Made in China 可以看到呢 中國的原先的製造業的經濟呢 其實某些板塊 或者某些訂單呢 已經被人搶走了 那因為無所謂的原因 那所以接下來六年之後呢 抗疫那班的2500萬的大軍呢 它將會出來呢 是找其他工作的了 其他工作包括製造業方面 而製造業的訂單呢 並未復甦的 而且部分製造業訂單 比如剛才說的 有棉成份的產品呢 也都出現了 那些訂單流失去外國 流失去越南啊 以及流失去萬加拉的情況 所以呢 中國失業率呢 可能呢 可能就業情況呢 是會緊張的 就是緊張的情況 就是不是不夠工人 而是可能呢 在就業的情況呢 就業不足的情況呢 會有所增加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你怎麼可以預期呢 阿里巴巴在做網上電商 做這個呢 就網上購物 是會有兩個位數字的增長呢 那就是說呢 有報紙傳出來 說Wine Coven呢 是說 預計呢 中國未來 阿里巴巴未來呢 那個電商每年有兩成增長 所以現在股價低估呢 是完全是廢話來的 完全是謊話來的 根本就不現實的 好了 再趕著講馬蟻集團了 那麼呢 馬蟻集團上市呢 也都是香港人 或者國際投資的習慣呢 是推高阿里巴巴股價的 其中一個呢 寧丹妙約來的 講到都中的 好了 今次馬雲來了 那麼大家就會想 哦馬雲來香港 還要見財金官員 這個報紙呢 經濟日報呢 坦白說非常之不負責 這些似乎呢 是騙一些小顧問呢 去託市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第一 其實都擺明了 如果你稍為看得通過 政治和經濟關係呢 馬雲呢 是得罪了 坦白說 是得罪了中國權力核心之後呢 基本上是沒有運閒的 是打扁他的 好了 怎樣換取 不打扁 不拆骨呢 就是馬雲離開 馬雲呢 是離開 阿里巴巴或者馬雅集團的一個管治核心 馬雲呢 甚至要離開中國大陸 甚至乎呢 不要呢 就是被人懷疑呢 他雖然呢 股權上面呢 他去混淡了 而另一方面呢 是不會和高管 和阿里巴巴的高管呢 是太過親近 所以馬雲呢 其實呢 在過往那一年呢 是先去西班牙啦 度假啦 去完西班牙度假之後呢 其實他大部分時間呢 在美國和以色列的 跟著呢 最近呢 又說他去了日本 去了很久了 已經去了幾個月了 那麼呢 也都震驚他來 最近呢 去了泰國的 那麼去泰國呢 他拜訪的北風集團 北風集團 在泰國是做農業的 不是做網商 也都不是做電商 也都不是做任何呢 就是金融 哇 北風有金融的 北風有金融的 但是北風主力呢 是做農業的 而呢 馬雲也都說 就說呢 他來到泰國呢 是或者在世界各地呢 是希望學習了呢 先進的農業體系 可以回到國家呢 就貢獻 那麼呢 在泰國的行程呢 他都是想看農業 就是說呢 馬雲呢 都很聰明的 他都不想呢 就是令到呢 中國的管治架構呢 或者權力呢 是認為馬雲呢 又想反 所以呢 他都說明了 他現在呢 他的眼睛呢 集中的 vision呢 都是看農業 農業的發展 是完全不是說看螞蟻 螞蟻集團 或者阿里巴巴的電商 那麼也都看一看了 螞蟻集團呢 那個股權呢 一月就出現了很重大的變動 本來馬雲呢 是透過什麼雲鉑投資呢 是控制著兩家 那一間呢 杭州的公司 那就是 間接呢 是控制著呢 馬雲 馬雲 馬雲集團呢 是百分之五十三的股權的 就是超過一半的股權的 那現在的架構重整之後呢 馬雲集團的架構呢 馬雲呢 是被攤薄的 他本來呢 經兩家杭州公司呢 那兩家公司的股權呢 都是攤薄了 做五個兩成的股權 而馬雲呢 只是佔其中一個而已 那就是說呢 攤薄之後呢 其中一間公司是一個 就是說呢 本來呢 A公司 我忘記叫做杭州什麼公司了 那就是 不知道杭州雲 好像有雲字的 杭州一間公司A 那本來擁有呢 就是馬雲 馬雲 馬雲集團呢 百分之三十一到三十三的股權 現在呢 股權不變 就是說他擁有股權不變 但是他裡面的股東的架構就變了 那馬雲呢 本來由呢 這個呢 雲泊投資呢 就控制著他 100%控制著他呢 就改為了 雲泊投資呢 馬雲雲投資呢 只是佔其中二十幾個股權 另外一間 本來有二十幾個股權的 買雜團股權的另一間行政公司呢 馬雲本來也是 雲泊投資控制著的 現在就是沒有了 那100%股份分了五份 每份20%分了給高管 就是說馬雲個人現在擴股權 由53%是暴跌到6%到7%之間 好了 另外的公報也說明了 在公司章程上是不准任何人 可以集體地共同投票的 或者共同意向的 本來他的公司章程寫明 馬雲連高管是任何投票意向都要共同的 有一個人說全都試了 現在就說不行 高管自己做決定 馬雲根本就沒有辦法控制到螞蟻集團 也基本上螞蟻集團是叫做股權由53%跌到只有6%至7% 看看情況 馬雲怎麼會在日本飛來和香港 代表馬雲集團和香港談有關 馬雲集團和香港上市的事 好了 再看仔細一點 香港和上海 本來馬雲集團是想在香港和上海一起上市的 香港和上海上市規則上有什麼要求呢 就是如果一家公司要準備上市的 如果他在過去的三年出現股權變動的話 他在一年之內在香港就不能夠上市 而在上海就兩年之內都不能夠上市 剛剛股權變動 剛才說過馬雲的股權由53%跌到 實際控制53%跌到只有6%至7% 而其他就分給高管 這麼大的股權變動之後呢 其實是一月發生的而已 即是說在香港 馬雲 馬雲集團也不是馬雲 如果要來香港上市 最快都要去到2024年的1月才可以申請 搞得來都已經2025年了 而在上海的話 是更加要去到2025年才可以申請 即是說2023年1月再加兩年 搞得來都是2025年的綿尾甚至是2026年 即是說 如果大家同景 馬雲來香港是等於 挖個等號 就是馬雲集團有機會上市 而因為這樣可以 就令到阿里巴巴的股值大升 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的了 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的了 這是在說一兩年之後的事來的 不是現在的事 好了 馬雲來香港呢 可能是見到友好 過節了 也都可能是平衡著呢 就是馬雲想推高股價的一個方案 那又出的招數 出了馬雲集團 又出了回購 又跟著出了就是Wine Cohen 那現在呢 加上馬雲 那基本上招數都出光了 也都可以這樣看了 那阿里巴巴似乎呢 在六年前呢 今天呢 升到115-16的水平呢 可能已經去到近期的高峰了 我反而認為呢 它升得太多了 反而呢 跌了十多元呢 很英訓呢 我反而覺得呢 在一月底去到二月初呢 可能呢 這個呢 阿里巴巴呢 甚至我大膽猜呢 它反而要回套了 因為呢 所有的這些呢 有些虛構的好消息呢 都完結的了 就是聽潘先生說 其實馬雲沒有任何的理由 他要來香港 我現在看到各大媒體 又落了在這裏出這個新聞了 就是大概這個大新聞 落了在這裏出的了 你一旦馬雲那幾個字呢 一小時前 二十二分鐘前 就不斷地這樣 相機 要將這個大新聞呢 就自己要報導嘛 各個媒體都要這樣 基本上今天擺明有人發達的了 擺明呢 昨天呢 震市啦 跌了啦 有人進了貨啦 就是將散戶手上的貨呢 轉了到大戶手上的貨啦 接著今天就推高了 兩三個巴仙啦 三個巴仙左右啦 昨天跌了一點多個巴仙啦 甚至乎曾經跌了接近兩個巴仙啦 就是一個交易的裏面 就是兩個交易裏面的一個交易呢 是已經有人是倒轉賺了五個巴仙啦 而輸的似乎是小股民 小股東 所以呢 我反而認為 現在有人托市 有人做市的機會大於一齊 嗯 那就有發新年財了 現在都那個人 有人發了新年財啦 有人在阿里巴巴已經發了新年財了 嗯 那個股市收路是什麼時候啊? 它是不是還有 今天啦 今天啦 今天收路啦 啊 那就是今天啦 就是今天啦 就是吃了啦 吃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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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拿魚刺撩牙的啦 嗯 所以我們戰代 戰代這件事的發展 如果馬雲真是來到香港的 它會不會都有一張照片 有小小的東西可以給大家看 真的來香港 我相信的 它是來了的 馬雲來香港呢 都可能是整件事的其中一個呢 一步企來的 那個問題 反轉頭的問題 但是重點呢 不是馬雲來了香港的問題 而是馬雲根本是沒有可能呢 再高調參與馬雲集團 或者呢 就是阿里巴巴集團的事務 沒有可能的了 如果馬雲再黏著馬雲集團 或者呢 就是這個阿里巴巴集團的事務的話呢 馬雲集團或者阿里巴巴集團呢 就肯定長期會被人整改的了 那肯定沒有運閒的了 那就是說呢 馬雲只能夠避開這兩個集團 他繼續呢 當然他的權力已經跌了 部分甚至交股權出來了 那只不過呢 是做著他自己的一個 自由自在的商人 他反而呢 絕大部分的時間 你見到他呢 已經不回國內了 已經在美國 以色列 日本 香港 泰國 已經是一個呢 在世界各地周圍走的 已經不能夠呢 是長期留在中國大陸的了 那所以呢 你不要考慮呢 馬雲呢 其實就等同呢 阿里巴巴或者馬雲就等同 這個馬雲集團 已經不是的了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香港